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晚即将登场的有 林永健 刘斗斗 刘进 刘涛 刘雨宁 柳言 马绍华 孟胜南 谭松韵 唐国强 王景春 王霄 王兴月 吴月 谢南 严妮 于和伟 张可颖 张若云 张新成 赵丽颖 郑芳一 周深 周涛 芒果新生班学院 精英荣耀时刻 答案马上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五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 闭幕式晚会的直播现场 欢迎今晚的开奖嘉宾 有请高满堂 陈宝国 有请汤辉 周涛 有请林永健 侯侯亮 有请马绍华 唐国强 海力 有请李东升 刘进 有请李璐 关晓彤 有请今晚的表演嘉宾 有请王兴月 闫妮 韩松韵 周深 有请本届的提名嘉宾 有请张若云 王景春 有请吴业 董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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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姜妍李乃文 有请王霄张兴诚 有请李杰孟胜男谢男刘洞洞 有请李宪李沁 有请张克颖音乐员柳妍 有请赵丽颖余和尾 有请众志人何九演员刘涛 走 一阵一梦 一梦一声 一半照亮 一云未斑 看尽浪漫 一梦一声 一声一声 一声一声 飘飘正勇气万丈 我心滚烫 一光影至今光影故事 一声一声 一声去抖 Cold love 有泪光迈步踏碎风浪 今夜见证 荣誉语时分 是诗歌颂平凡生活的诗人 还有谁呢 是星光下的路人 梦里像这座苗圈 滴道滴道隔三千光斑 一阵一门 一梦一闪 在月轮光 高映万象超越夸向 一笑一闪 一声一转 下雨抗墙 都市明朗 过境过往 一共云至今 关灵故事又长 一阵一梦 一梦一闪 一光断 一微半 干净浪漫 一笑一声 一声一转 飘飘正勇气万丈 我心奔跑 一共云至今 关灵故事又长 快去 stopping 买了 快去倒霉 快去倒转一步 快去倒转一尝 五天 飞進去 快去倒转的 快去倒转 是 这句操作 我 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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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座是演员奖 一座是表演艺术奖 还有一座大家可能想不到 最佳导演奖 好厉害 欢迎老师 欢迎 我看到老师旁边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表演艺术家 刘静老师 老师好 看 今天晚上两位老师又合作了 合作在一起 也算是一种合作 对 而且我看到 马绍华老师和凯莉姐 哎呀 他们也合作了 对 他们也合作了 上一次马绍华老师领奖 还是凯莉姐颁奖呢 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精英奖 曾经的获得者 是的 但他们的缘分 可是二十多年前 就合作了一部篮子 那个时候是演一对夫妻是吧 欢迎你们 这就是我们精英的情缘呢 另外我也看到了 我们大家喜欢的 陈宝国老师 欢迎老师 这个必须要特别介绍 给您介绍陈宝国老师 第一届精英奖的得主 谢谢您回家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宝国老师当年和王富丽老师 童年拿精英奖的时候 我们的王潇 还没有读小学 是吧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王潇发现 他自己来到了一个 可塑性非常强的 一个黄金的演员年龄段 他现在也可以 勇闯书圈赛道了 但是在这个赛道上呢 有一位啊 起步非常早 就是我们的王景春老师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大学刚刚毕业 就演大书 出道就进书圈 在这个赛场上啊 这个赛道上 他的起跑线 踩得非常的精准 而他旁边 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张若云 若云这个演员 品质保证 他手握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而我本人也追若云的戏 今天晚上呢 景春老师跟若云同框 让我们感到很亲切 欢迎两位在警察荣誉当中 双双在狱而来的我们的王所长和李大为 另外今天晚上同样以警察角色提名的还有 我们的余和伟 余和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技拍的演员 好帅啊他今天 真的今天特别帅 又帅演技又好还会唱跳 怪不得那么多的观众 还有喜剧天分 对怪不得那么 包括我们俩都非常爱于和伟 是不是 那是真的 欢迎您和伟哥 其实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看书圈标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光是西路广 还演什么像什么 比如董勇老师 欢迎董勇老师 林永健老师 永健哥在那边 他们俩既能演警察也能演反派 而且反差都特别大 你看董勇老师浓眉大眼的 我们林永健老师特别小眼 但是呢眼神就是特别有戏 欢迎你们 欢迎两位 那说到反派不得不说 这一次李乃文评见一个反派角色 入围了我们的精英奖 来掌声给我们的李乃文 乃文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有所收获 欢迎你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反派赛道也挤满了演技出众的演员 我刚刚也浅浅了解了一下 其实有一些很怪的赛道 有人也非常喜欢 比如说我们的李宪 宪男友今天来了 李宪呢 闯进了一个很小众的赛道 文旅赛道 因为他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自然 而且特别特别让人有一种共鸣 所以他拍戏啊 在一个地方拍就火了一个拍摄地 我现在才明白那个景区啊 那个招牌上面写的想你的风 是李宪的李呀 欢迎李宪 欢迎 今天晚上我还看到了张星成 欢迎星成 星成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在我们县委大院里整顿职场 直接跟书圈同场标系 将来绝对是不可估量 欢迎星成 欢迎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男演员出圈的赛道 其实我们的女演员也在自己的赛道 生根提速 比如说我们提名演员当中 年龄最小的张可银 欢迎可银 可银啊会主持 音乐剧的表演 影视剧的表演 可以说是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还有我的同行柳妍 现在这个跨界到影视表演 也是轻松拿捏 欢迎柳妍 另外还有我们的江妍 细演得好 上综艺情商高 厨艺还特别棒 欢迎多才多艺的她们 希望今天都可以满载而归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但是说到满载而归 不得不提丁柳妍 柳妍姐 柳妍姐已经获得过一次金银奖了 今年又提名了 所以这简直是把赛道闯成了自己的家呀 想回来就回来了 欢迎常回来看看 说到家呢 我注意今天有两位演员 我们更愿意把她们当作家人 她们走入的是国民闺女赛道 我们欢迎谭松盈 关小彤 欢迎两位 时间是一份礼物 我期待在下一届金银节 我们的闺女们迅速成长 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和进步 欢迎你们 那说到时间这份礼物呢 其实也特别厚待我们的严妮老师 欢迎严妮 你为什么我做参考 强力 状态 一只超好的她 可以胜任不同年龄的角色 而且她在角色创造上有一种 非常了不起的松弛感 而生活当中又有一种绝佳的 微醺感 我就是不知道微醺这个赛道 查不查酒驾呀 好喜欢看他永远微醺的样子 对 看到他我整个人都放松了 很舒服的感觉 欢迎严妮 欢迎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成长线的话 那么今天晚上还有来自 未来赛道的实力派 来自于湖南卫视 芒果TV在播综艺 芒果新生班的学员们 也来到了现场 经营奖的舞台 欢迎你们 欢迎 而今天晚上我们主持人赛道 也有很多熟悉的朋友来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欢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孟盛南 欢迎盛南 北京卫视主持人李洁 欢迎李洁 中央电视总台农业频道主持人 刘冻冻 欢迎冻冻 还有大家熟悉的主持人谢南 欢迎谢南 欢迎 另外呢 其实我要特别地提一下 本届的金银奖最佳主持人提名里 有我身边的何老师 我相信在场所有的观众都想问一句 何老师你现在紧张吗 有点 有点 真的有点 我以为我会不紧张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有点 我都看出来确实是有一点 但是其实我相信不用紧张 看看 看看我们的榜样 康辉老师 欢迎康辉老师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啊 50岁正是闯的年纪 康辉老师呢 其实他做新闻主播已经20多年了 居然还能够以voice再出道 真是了不起 康辉老师 欢迎您 欢迎 待会还有呢 马上要给我们开奖的周涛姐 周涛姐不光是我们金银奖 优秀主持人的获得者 现在呢 已经是文化企业的高管了 妥妥地闯出了大女主的新赛道 欢迎两位优秀的前辈 欢迎 那说到这个大女主啊 我们今天晚上呢 这个最佳女主角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我们呢 给来到现场的三位女演员 分别准备了一些彩头 我首先来到丽颖的身边 来 欢迎赵丽颖 在电视剧《风吹半夏》当中呢 这个赵磊第一次见到许半夏的时候 给她准备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见面 里是一个材质刀 它的寓意呢 就是开疆破土 那今天呢 我们节目组也给丽颖准备了同款 非常精美的一个材质刀 不知道我们丽颖今天能不能 赢过其他的同行继续开疆破土 也祝福赵丽颖 加油加油 现在我来到吴岳老师的身边 老师好 朋友们 掌声给吴岳老师 她非常了不起 今年她凭借繁花和县尾大院 分别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女主角的两项的提名 我想问一下老师 两个奖如果只能拿一个您想拿哪个 我觉得能拿两个提名已经让我非常非常荣幸了 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其实不太相信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 老师很谦虚 我们要给老师一些祝福 我想问一下艾县长您公文包拿了吗 我拿了 给您准备了艾县长的同款公文包 寓意是包您拿奖 好 老师请坐 接下来我来到李庆的身边 来掌声给我们美丽的李庆 其实大家看到那个人生之路里面 黑黑瘦瘦的巧真 很难和庆余年里面 人见人爱的婉儿姑娘联系起来 那今天呢也要给你一个大大大的祝福 有一位叫范贤的朋友 给你送了个外卖 来吧 这个鸡腿寓意叫做 大吉大利鸡腿广告 来 我们祝福我们的李庆 请坐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马上我们要开启今天晚上第一轮的奖项了 分别是我们的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 和最佳电视纪录片 我们有请开奖嘉宾周涛 李东升 周涛曾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 李东升曾获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纪录片中国的制作人 大家好 我是周涛 大家好 我是李东升 很高兴来到精英节 更加高兴的是能够跟涛姐一起见证今天晚上的荣耀时刻 是 我也很高兴 上一次来到精英奖是六年前了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但是这六年里您的生活可是很丰富多才啊 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优秀节目主持人到大型晚会总导演 从话剧演员到电视剧女主角 如此大的跨度和突破您是怎么做到的 说实话我始终对未来抱着少年般的好奇 但是更多的是感恩 因为我的确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和机遇 让我能够有时间有机会来实践自己的艺术梦想 那其中呢也要对你表示感谢 因为你担任总导演的纪录片《中国》邀请我担任配音 你知道这个给纪录片配音是我多年以来的艺术梦想 不 不 不要谢我 我要谢您 还有何老师 是你们用声音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色彩和温度 其实六年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六年里我们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每个人都在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纪录片《中国》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 仅仅是创作方法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不同 比如说第三季 我们用科技连通了中国绘画美学 文化加科技让我们的创作边界得以拓宽 也让我们的表达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 说得非常好 科技加文化会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艺术想象的空间 但实际上这些年随着技术的进步 你看我们的电视播出方式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纪录片《中国》 那我在各种平台会看见二创三创 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些博主 他们极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其实不仅仅是创作方式发生变化 连观看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以前我们是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直播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观众是通过手机端在看我们的直播 今年六月份 我从深圳飞北京 您知道我竟然在飞机上看了《歌手2024》的现场直播 真的是很棒 所以科技会为我们的文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那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来开讲吧 好 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节目出现 好 我们首先要开启的是 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 提名的有 2023最美的夜 哔哩哔哔哔哔哔晚会 2022至2024中国节日系列节目 2023年度三农人物推荐活动荣誉盛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中秋晚会 生生不息 宝岛季 中地坝第二季 馆长来了青海篇 最美中轴线第三季 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的是 生生不息 宝岛季 生生不息 宝岛季 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奖项 看看最佳电视记录片提名的有 请看短片 获得 获得最佳电视纪录片提名的有 人生第二次 人民领袖毛泽东 扎实轮步 中国海南雨林秘境 岳背之上太空变革的黎明 风味人间寺古物星球 八金 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 百年戏码头 伟大的胜利抗美元朝启示录 至成 村庄十年 和以中国 明中都 黄河安兰 亥亚运 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纪录片的是 八金 黄河安兰 祝贺 祝贺获奖 祝贺 我们有请三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我们有请周涛李东升为获奖者颁奖 祝贺我们今天晚上第一轮的获奖者 祝贺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开班奖嘉宾 接下来首先有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 获奖者发表感言 非常激动 对 在我们制作歌手2024的舞台上 收获这个奖项非常的激动 谢谢金银奖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也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师 对我们节目的全程的指导 还有宣传师和港澳台办公室 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 谢谢湖南广电 给了我们充足的创作底气 让我们有这个底气和勇气 来制作好这档节目 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说到一句话 就是爱音乐的人都是自己人 希望宝岛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 所有人都能从中听到 风阵一帆旋的未来 谢谢 恭喜 请最佳电视纪录片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 首先我们向巴金先生致敬 作为宰遇世界的文学巨区 巴金的不求的作品 及崇高的人格 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财富和思考 也造就了这部纪录片 成就了这个奖项 纪录片巴金 讲述的是历史 映照的是现实 折射的是伟大的民族精神 和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第十六载的拍摄 就是想让这部纪录片 让我们的广大观众 一块再次走进巴金 感悟巴金 感受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 和中华文化的优秀品格 谢谢中国文联 谢谢中国视协 谢谢金养奖主委会 谢谢广大观众 谢谢 好 我们请另外一位 讲代表来发言 很激动啊 之前都是作为导演在台下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舞台 在登上舞台来领这个奖 首先感谢主委会 对纪录片黄河阿兰的支持 还要感谢国家广电总局 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台长余俊生 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 黄河阿兰是不可能 在三年的时间慢慢的打磨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 沿着黄河九省区不断的拍摄 展现了新时代黄河的新气象 万仙景象 同时这个奖不光属于我们个人 也属于我们全体的制作团队 这几年广电正在爬坡过坎 我相信用我们刚刚结束的精品圣典的一句口号就是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我相信有在座的各位在 中国广电永远都是黄金时代 谢谢 谢谢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获奖人 今天晚上我们的闭幕晚会 由拼多多独家冠名播出 拼多多的十亿份红包 大家领了吗 现在就打开拼多多首页摇一摇 人人都有现金红包 最高9999元 晚会不停 红包不断 赶快摇起来 赶快摇起来吧 那么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最佳电视动画片 两个奖项 何老师 假设啊 假设一会开奖你并没有得奖 你会失落吗 真的不会 我不相信 真的不会 你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提名过了 今天提名了说明我进步了呀 而且如果可以到中间领奖当然好 但是说实话站到这儿 站在你身边我也很安心也很知足 你看这么多年我就站在这儿陪着大家 听你们讲自己的故事迎来送往 每一天心里都是满满的感恩 真的很知足 这是真心话 谢谢 我相信每一个站在你身边的人 也非常感谢你给予的鼓励和温暖 你知道吗 你身上有一束光 是是是 邓光老师打的 不是你自己那温暖的那束光 嗯 更是所有的观众投来的欣赏的目光 好吧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开奖吧 好吧 来吧 马上要揭晓的是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 和最佳电视动画片两项大奖 有请开奖嘉宾康辉 张星成 关小彤 康辉曾获得第九届中国波音主持金化彤奖 张星成 凭电视剧县委大院 提名本届精英奖最佳男配角 关小彤曾获第二十三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欢迎三位 大家好 我是康辉 大家好 我是张星成 大家好 我是关小彤 康辉老师我想问啊 您知道这一轮为什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开奖吗 因为我们不光要开奖还要颁奖 我理解啊 组委会应该是认为接下来的这两个奖啊太重了 所以得多一个壮劳力我们才颁得动 是吗 我还以为是因为主持人们都特别能说 所以需要多配一张嘴 这也有道理 对了 小彤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最佳主持人呢 这问题我哪敢回答呀 专业主持人在这儿得问康辉老师 其实主持人和演员一样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当然一个好主持人呢也一定有标准 首先她要永远心怀国之大事 人之大爱 而且小彤刚才恰恰提到了一个好主持人的标准 就是她得会提问 迅速在现场就能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而且知道该提给谁 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开的这个奖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以问啊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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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本届精英奖的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已经揭晓了 那最佳主持人会不会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 有人是不是更紧张了一些呢 那 再比如 今天提名的六位主持人里面名字有三个字的也有两个字的 不知道我们等会会念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呢 大家发现了吧 他们两位都有成为好主持人的前置 你看这些问题我们问的差不多了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届精英奖提名的六位优秀主持人的精彩表现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的有 刘洞洞 2023年度三农人物推荐活动荣誉盛典 历节 最美中轴线第三季 何炯 生生不息宝岛季 孟盛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 鲁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中秋晚会 谢南 2023最美的夜 哔哩哔哔哩晚会 现在开讲 哈哈哈哈 嗯 不是女主持人 不是三个字的 范围很小了哈 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是 何炯 祝贺 让何老师自己抠着乐一会儿啊 好我们继续来开下一个奖 接下来要为本届精英奖的最佳电视动画片开奖 小童 新成 你们两位都给动画片配过音对不对 对 我为动画片头脑特工队二中的乐乐配过音 我给荒野机器人中的狐狸fink配过音 所以我有个提议啊 一会儿呢 请他们两位用自己配过的动画角色的声音来开这个奖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要试试试 那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获得本届精英奖 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这些作品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提名的有 下江村的共同富裕梦 王者荣耀 荣耀之章岁月篇 天才小鲁班 无敌陆战队第三季 无敌陆战队第三季 火凤辽远 你好辫子姑娘 敦煌的故事 雄出莫知小小世界 现在开奖 现在开奖 获得第三十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动画片的是 雄出莫知小小世界 雄出莫知小小世界 祝贺 祝贺 恭喜 有请两位获奖者上台领奖 有请康辉 张兴诚 班晓彤 为获奖者颁奖 恭喜 恭喜 恭喜二位 同时也谢谢开班奖嘉宾 请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获奖者 发表获奖感言 哇 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用到这个麦 我们这个麦是自动的 该说不说它也降得太低了 这个感觉很陌生 但是也很幸福 谢谢精英 谢谢湖南广电 谢谢生生不息宝岛记 谢谢每一个跟我合作过 帮助过我的同事 谢谢每一个一直爱着我的你们 我其实我不是科班出身 我也没有什么主持技巧 就是反正真心对舞台 真诚对观众 三十年真心换真心 我得到了态度的爱 今天又拿到这么大的一个肯定 我觉得主持人作为绿叶 我今天是意外的绽放了一把 我非常幸运 再一次感谢大家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归到绿叶的身份 回归到我的那个位置去 接下来有请最佳动画片 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真的太激动了 非常感谢 感谢首先我想说 感谢我的领导 上玲玲女士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站在了这里 代表华强方特动漫公司 代表熊出墨团队 领取这个沉甸甸的奖 因为刚刚我差点都要摔倒了 确实是太激动了 那么首先呢感谢主办方 评委观众朋友们 对熊出墨一直以来的支持 与鼓励 在这里我还想说感谢一个人 丁亮熊出墨之父 在15年前 他带着我们这个团队 创作了熊出墨这个IP 那么塑造了熊大熊二光头墙 三个有血有肉 个性鲜活的角色 让我们在后来的创作中 有了更多的可能 走到了今天 那么还要感谢我的团队 熊出墨团队 你们非常的棒 那么在这个一直以来坚持不懈 努力的让这个IP 熊出墨生辉 那么 我很激动 还要说点什么呢 这个奖是属于我的团队的 我们的团队 熊出墨团队 你们是最棒的 爱你们 我们接着会 我们接着会 以这个奖项 这个荣誉 给我们的力量 激发我们的创作热情 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的恭喜两位获奖人 看舞台上的得奖瞬间 我觉得作为一名电视文艺工作者 很幸福 我们可以用角色 用作品 来拥抱观众的贺彩和掌声 掌声是回响 是鼓励 也是圆满 在颁奖晚会之前 我们把观众的掌声 制作成了礼物 带给了本届的提名演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在收到这份有声礼物之后 又有什么样的回响呢 请看短片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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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摸摸吗 哈哈哈哈 天呐 还是蛮趁手的 妈呀 尽量能给我摸 哈哈 要是姚玉玲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这个人 不光看朱准 看人更准 三娘 你值得 第一次听到掌声吗 那我很小 我就三岁多 我在家里的床上 给家人们表演举重 然后我们家人 围坐成一圈看着我 然后就给我鼓掌鼓励 我越鼓励我越来劲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我们拍前一年的时候 那天场面特别大的 好几百个群演 我也没想过 就正常地准备 正常地演 然后应该是一条过了 过完之后 就是群演就自发了 就是好几百人给我鼓了个掌 还听到群演的后边说 这平时要去剧场看的话 都得花钱 影视演员就是 听不到观众的掌声 你现在这么说 好像真的 我很少能听到过 因为我是一个影视演员 我很难听到 观众的掌声 我想把掌声送给谢之遥 有温暖 有力量 它可以让每一个 来到这里的人 都感受到温暖和希望 我想把掌声送给爱心之 同样在集成工作 只想说太真实了 求人不丢人 求不到人才丢人呢 想把掌声送给大卫哥 我也想像他一样 成为一个热心场 人缘好的好警察 我想把掌声送给乔胜利 那句事情在打 饭还是要吃的 狠狠戳中了我们打工人的心 我想把掌声送给范总 我自己呢 也开了一个小店 每次看到他 为了生意四处奔波 偶尔还耍着小聪明 那我觉得又心酸又好笑 乔真 你好 算一算 一个人在深圳 也飘了十二年了 真的好想和你一样 把自己的路越走越宽 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对不对 我想把掌声送给何欣欲 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 虽然是急于求成了 但这也是很多人的 正式写照 姚儿 当我看到 你把烟花捡起来的那一刻 我忽然就醒了 烟花可以捡起来 生活 也一定能够找回来 姚玉玲 谢谢你 我相信 三娘一定是点燃了 很多女孩子的希望 做自己 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感谢孙三娘 谢谢你 宋春霞 小少年 谢谢你 谢之遥 谢谢你 李大为 请你 王苏长 真棒 姚玉玲加油 小真 李超棒 何幸运 加油 岸县长 你是最棒的 半总 江湖再见 还是挺感动 就好像 姚儿这个人物 真正的来过一样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了 我觉得我好像跟她也 有一点距离了 因为好像拍了 就是杰富已经有几年了 听完这个之后 你有感觉 哇 那一瞬间的记忆 可能就会 很快地就涌上来 我就觉得很感动 其实我在演的时候 都没有把 范兴发这个人物 往我个人身上去靠 但听到他们在说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自己当北漂的 这近三十年 二十九岁开始当北漂 当到今天 其实跟范总的经历 是有点像 我们真的 没做什么 但是站在这个角色的 这样的一个肩膀上 他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 这样的共鸣和共青 我觉得这种共鸣 是大家看了一部剧作 看了我塑造的角色 真的跟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有一些灵魂的交织 其实我觉得 这是作为演员的一份荣幸吧 有你们在 我才能成为一个演员 好好拍戏 塑造更好的人物形象 你举我掌声 我不让你失望 这些观众 默默地陪伴了你十年 也就只能好好演戏 好好做人了 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是我的选择 我的追求 我觉得这个奖杯 就是观众给我的太阳 我将用我一生的努力 做一个人民喜爱的好演员 希望我年轻一代 能够继承我们先辈的传统 创作更好 更光辉的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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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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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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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多多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 即第15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 闭幕式晚会 精彩继续 老师好大家晚上好试的今晚我们拼多多的红包福利来了 今天晚上打开拼多多APP首页直接摇一摇 10亿份红包人人有最高9999 而且呢今天晚上在我们精英节的现场我们还给观众朋友们准备了加码福利 怎么个加码和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个加法特别的简单就是我手中的这些给咱们精英节的祝福加上本届精英奖的最佳主持人等于送给观众朋友们的大额红包 好的何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就很好啊就每个的祝福不一样对不对 我就选精英高飞好了因为精英高飞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对精英节的一个祝福 那我们来看一下精英高飞究竟解锁了多少个加码红包呢 3万个199元的现金红包这有很多人可以得到啊 没错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打开拼多多APP首页直接摇一摇 现金红包马上到账参与就能领一直参与一直领 而且呢最高9999我们这一轮的加码红包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好那现在亲爱的观众朋友赶快去参与起来吧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奖项是本届精英节的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 我们有请开奖嘉宾马绍华张若云 马绍华曾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男配角 张若云凭电视剧警察荣誉提名本届精英奖最佳男主角 大家好我是马绍华 我非常高兴很荣幸的又一次来到精英奖的舞台上 大家好我是张若云 今天呢非常有幸能和马绍华老师这样优秀的前辈一起开奖 我看到上届精英奖的时候觉醒年代的导演曾经送给马老师一个惊喜礼物 他把您和他讨论角色时发的消息汇总了起来 好像能有一米七五长 这个对我触动非常的大 其实那个我做的有点过了 其实每一个演员都一样 他都会跟导演不断进行沟通交流 然后取得共识 为的就是把自己角色塑造好 在拍《问苍芒》的时候 我跟我们优秀的导演王伟也是写了很多微信 我相信我以后跟在做的编剧导演合作的时候 我也会写微信 马老师说的太对了 我也要向您学习 您太客气了 其实我应该向你们学习 向你和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会做得更好 比我做得更好 谢谢马老师的鼓励 马老师刚才也说了呢 好的作品是需要演员导演编剧一起细细打磨 我们都知道一部电视剧 导演是重要的 演员是主要的 摄影是必要的 但编剧才是首要的 来 我们现在先看看 优秀编剧的提名 最佳编剧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提名的 都能做到两件事 认真工作 以及爱问 王小强 现为大院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员 在光明线的限制里就写着 就是破破沉重 5%的硬骨头 我们用95%的净力把它啃下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 能被老百姓记住 那就不容易了 张廷 傅东玉 风吹半下 咱们之间没有谁牵谁 这就是一笔生意 你跟我不熟 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我保证 三年以后 不仅我们的堆场 马头 我一定会让这一片 全部灯火通了 行吻 繁花 1992年的伤害 霓虹扬眼 万万如海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抓住机会 就有可能改变人生 只要保护好自己 机会永远比奉献大 高选 任宝如 不完美受害人 你伤害了我 违背我意愿 侵害了我的身体 你自以为是 给我的所有好处 我都不愿意接受 当他树立起一种 强大心理后 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 对侵害 勇敢地说不 梁振华 欢迎来到麦乐村 你们到了非洲 会救治很多人 也会影响到很多人 风过流声 验过流痕 希望你能在非洲 在这片蠢地上 你留下才是吧 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想到过 我会拦住这儿的问题 更没想到 还会爱上非洲 获得第32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剧编剧的是 秦文 接下来我们看本届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的友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电视剧导演提名的友 王伟 问苍芒 回到湖南领导先干边界秋秋起义的毛泽东 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羊羊羊 梦花路 这行会里早早地就下了铁柜 全东京城 就没有女人能当掌柜的 可是我们 为什么天生就要低人一等 跟梅花一样 要经历过一次次的风霜 才能开出更美了 杨磊三体 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 敌人是什么样的 敌人是怎么存在的 我找到了 为之现身的视野 全人为了这个视野 都将付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 新爽漫长的季节 这个秋天怎么这么长呢 像过了一辈子时间 神言天才基本法 在草莓世界里 它是时间中学的筷子 在知识世界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 既然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 也就意味着我们比正常人 要多有选择无声的机会 就算能重新来过 还会有新的遗憾吧 到时候怎么办 徐济焦狂飙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来 零三检查 如果抓不到高杰强 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欢迎你加入 我孩子风浪很大 不是你能够评得了的 我怕风浪大 风浪越大 约会 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剧导演的是 杨磊 祝贺我们的最佳电视剧编剧和最佳电视剧导演 有请两位上台领奖 这两年我们的电视剧精品评出 在编剧和导演这两个奖项的角度上非常非常的激烈 祝贺两位脱颖而出 拿到了今年的编剧奖和导演奖 再一次祝贺两位 我们有请马绍华老师和张若云来为获奖的编剧和导演颁奖 恭喜两位 也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 请最佳电视剧编剧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金银奖 第一次来就把这么沉淀淀的奖杯带回去了 然后我编剧应该是一个不想的工作 平时的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不想的 今天是我职业生涯中响亮的一天 我要感谢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我们的演员 我们的主创 因为是你们让我的剧本被看见 我要感谢王教卫导演 这么多年来没有嫌我笨 一直倾囊相受 感谢现在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的我的家人们 我要感谢每一位喜欢繁华的观众 感谢你们会喜欢排骨年糕 喜欢饱总泡饭 最后我祝福大家 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谢谢 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谢谢 也恭喜 现在请最佳电视剧导演 获奖者发表 获奖感言 来 杨导 谢谢 谢谢 我一上台脑子一片空白 都准备好了 手上还打了小抄 比较紧张 首先要感谢各位领导 各位 评委会和座委会的老师们 对三体的认可 能够拍三体是我一生的荣耀 也要感谢刘慈欣先生 写了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能让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感谢所有的观众能够喜欢三体 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三体宇宙 感谢灵和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太紧张了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默默的支持 我记得三体 我可能有点长 稍微有点长 感谢三 我记得三体我们拍 从筹备到 播出一共三年半的时间 三年半我们是满复合的每天都在工作 三年半 我播出的那一天 那几天我躲在家里面每天都在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 就是不自觉地看着那个屏幕上所有的画面 我就一直地哭 凌晨一两点钟 就是确实三年半 然后 看小抽 我说两句中国科幻其实不容易 在科幻制作这件事上 每次一说到科幻 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人都会想到西方的科幻故事 西方的电影 我呢 在创作 创作这个三体的时候呢 我自己 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我希望 它是个中国人的科幻 它要有中国代入感 也要 所以我当时提了一句话 我说希望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案 来拍摄这部科幻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是正确的 总之因为科幻没有人拍过 或者说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所以一路都是摸索的过河 前途都是很不知道是会去向何方 再看一眼 然后昨天晚上我跟满堂老师一块聊创作 他说创作要有双扎 扎根于人民 扎根于生活 我想了想我说其实 这个经验其实也可以放在拍科幻的赛道 中国科技的腾飞给了科幻的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那么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创作者 要用一个中国的基因来创作一个中国的科幻故事 让科幻的梦想照进现实 让宇宙为中国科幻闪耀 谢谢 再一次祝贺两位获奖者 我们也请导演先留步好不好 我们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最佳编剧 导演来 请到中间来 小超都讲完了 是这样的 因为呢就是有一位朋友 说如果我们导演杨导拿奖了 他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 我们掌声有请余和韦老师 余和韦老师 在三体里面扮演的角色叫大使 这是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人 所以他 哇 你看 他拿的这个礼物 感觉非常有分量的样子 也没那么沉吧 好 来 那个 首先我们 对 祝贺导演 首先我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标志 那个 何卫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标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亚洲防御理事会 是亚洲防御理事会 委派我 如果杨磊导演 获得这份荣誉之后 把它送给杨磊导演 让导演来开启 是这个意思吧 您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不知道 导演要不要猜一下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 小赵上门准 没准备 是不是 小赵上门 好 那我们直接打开了 看看这个非常神秘的理事会 送来的这一份礼物 到底是什么 有舞台经验的我就会亮给观众也看一眼 对对对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精美的装置 但是也很有这个年代感 你看这个诱人的红色的按钮 导演你要不要按一下 感受一下 对 这是 对 来 请按 非常感谢能友和杨磊导演直接对话的机会 三体电视剧上线之后 我看到自己脑海中想象的鼓声行动 被镜头表达的那么的震撼 我就知道这部三体剧板 它绝对不能够 当我通过直观的画面 看到史强站在漫天飞舞的黄丛中央 说出那段激励人心的话时 给予我直面一切困难的勇气 他们照样傲行于天井之间 他们的数量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 太激动了 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 中国式科幻道路被探索了出来 当我第一次读到作词 我当时被扫养的作词 我经常想想到 我会否则是用来的 而我认为 我看了亚勇的传牌 的颜色 除了 作词 接规则 和其他课程 和其他的 并不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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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绁了 最后的课程 并不兴奋 它是用人的 并不兴奋 原作 im娘 可以感到长大的信息 西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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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现象 计划 co echo 心一生就有可能 能přešnán 我真的想看《Tripoddy》第二季节目 恭喜三体电视剧 祝贺杨磊导演 我了解到有很多今年新入学的大学生 因为看了《三体》这部电视剧 而选择了相关的专业 作为他们的职业选择 不要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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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导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站在领奖台上 千万不要激动 能把三体拍成功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我们也越来越能感觉到 这部作品带给科幻影视赛道的重要意义 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感到骄傲 首先恭喜杨磊导演获奖 非常高兴我的小说 《三体》被改编成电视剧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杨磊导演比全部主创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将书中的文字变为生重的 充满质感和震撼力的影响作品 让中国科幻在大众里心中 一件生根 中国科幻的路还很长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 太棒了 真的感觉到像刚才导演说的那样 宇宙在为我们闪耀 我们也谢谢何伟哥带来这么好的一份礼物 谢谢您 谢谢您 这箱子 对 好 谢谢 对 其实我们的礼物就是那些短片箱子 还是麻烦您帮我拿下去 谢谢您 爱您 爱您 好 那个导演刚才说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忘了说了 是不是 我忘了感谢我的团队 因为这是个导演奖 我们导演 三体的导演组 还有几位导演 刚才看到的那个路贝克导演 还有潘宇导演 切国伟导演 还有张灵东导演 都是我的 这个一直帮我 帮助我来做这件事情的人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 所有的剧组的同事们 还有所有的 刚才我们台下做的两位 我们所有的演员 对 他有他们的这个精彩的表演 才成就了这部戏 谢谢 谢谢 当然我想请您介绍一下 三体这部作品 到底在多少国家和地区 被购买了版权 我自己没有统计过 我觉得我大概 我知道的可能有20多个国家吧 所以我们的中国科幻 电视剧区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但是今天呢 还有一个跟杨岛最近的人 要送来一个小礼物 就是杨岛的夫人 我们的樊佩佩女士 有请 她也是杨岛的战友 她们一起并肯作战 今天 哎呀 先带来一个礼物 哎呀 哎呀 好开心啊 带来什么礼物 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这个怎么跟看到真的奖杯 一样的开心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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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 其实我带来这个时候 不知道她今天获奖 是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家人中 她已经获得了这个奖 因为在创作大概三年 就不知道她能不能拿奖 不知道 孩子先给爸爸 一人画了一个奖杯 对 是的 就是她在我们心目中 她已经得到了这个奖 在我们家庭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就都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 陪着她这三年半的时间 走过她创作三体的每一个过程 这个画的作者 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大女儿 杨新田 Cindy 她画的 这个是二女儿 Cecilia 杨新宇画的 两位画风还不太一样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宝贝女儿 都是在横店出生的 出生之后 就跟着爸爸妈妈 一直在剧组 估计也帮了不少忙 还演过三体 其中大女儿演过三体 对不对 所以她们俩 可能是年纪最小的横飘 然后知道爸爸 要来参加金益盛会 怕爸爸没拿到奖杯 会失望 自己一人给爸爸画了一个 所以今天 杨导是唯一一个 拿了三座奖杯的男人 还带家属上台领奖 跟我们分享一下 拿这三个奖杯 您的感觉 我真的是激动 确实真的 我刚才说三年半 我看起来像贝台色 真的每一天每一天 从筹备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是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三年半 我觉得就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那天 那几天真的哭 就哭得我稀了哗啦的 他们说 还打电话互相哭 我们几个人 打了电话 也没什么话说 就一直哭 就觉得几个傻子 就确实很激动 很激动 就是这 确实三年半 有几个项目 可以把全部的精力 全部的这个时间 放在一个项目里面 三年多的时间 那就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 感谢一下家人什么的 别回头下台了 又忘了说了 对对对 我感谢 真的是感谢 因为他们看着我 在我把机房搬到家里面 然后每天捡 从早上十点钟开始工作 然后到中午 他们就会敲我的那个门 说了该吃饭了 到晚上快九点半 他拿了中午的剩菜 放在我面前 然后 没有那么惨 对 然后放两个小酒杯 然后到十点半的时候 准时拿几个酒杯 跟我碰一下 说我今天该下班了 整整一年就在家里 也没有出门 所以感谢我家里面 我的所有的家人们 对我的这个默默的支持 没有任何人去打扰我 我有时候凌晨三点钟 给美国的那个作曲打电话 打几个小时 然后每天 大概打了七个多月 他就说 你是不是在跟谁谈恋爱 就是你怎么每天晚上 十二点钟开始 因为那边时间和这边 是是是 然后就打三四个小时电话 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他说你有那么多话 而且一说说几个月 所以 其实除了导演 我们每一个创作人员的家人 都给我们很多支持 对不对 他还没说最折磨人的呢 他就是每次 他三体第一集 可能剪了有二十多个版本 然后最主要的是 每个版本 他早点不拿出来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 就拖着俩音箱 搬着一电脑 就往我床上一扔 快 我刚出炉的 新版本 对 看一下 然后他要在旁边 看我的反应 对 看我的每一个反应 每一个细节 看完之后 搬着走了 也不问我 我说你不问我 什么感受吗 知道了 非常多细腻默契的这种配合 再一次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再一次祝贺三体 祝贺三体导演 杨磊 祝贺您 谢谢 谢谢 再次的祝贺导演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 最终还是要看作品 好的创作者 能够在苍茫大地上 一路繁花 创造时代的文艺辉煌 而好的演员 也总能在不同的角色当中 磨砺出创造自己的经典 接下来马上要开启 今晚的演员奖项 在颁奖之前 先提醒大家 还记得今天晚上拼多多的 十亿份的红包福利吗 马上打开拼多多 只要首页摇一摇 就能领到现金红包 人人都有 多摇多领 最高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 最佳女配角 获得提名的有 露山之歌 冰柳源 繁花 吴月 幸福到万家 张可盈 孟华路 柳妍 南来北往 江言 狂飙 高夜 我们有请开奖嘉宾 余和伟 李沁 余和伟 评电视剧三体 提名本届金银奖 最佳男主角 李沁 评电视剧 人生之路 提名本届金银奖 最佳女主角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余和伟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李沁 跟李沁同台颁奖 很开心 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 尤其是我看了 这次您提名的 《人生之路》 我觉得塑造人物 塑造得特别特别棒 我也非常羡慕 羡慕什么呢 羡慕那个剧中 那个雨刷气腿 那个是怎么做到的太棒了 而且那么灵活 谢谢余老师 您也是我表演的榜样 我更加羡慕您 您的剧已经播出这么长时间了 可是大家经常在聊天的时候 还会使用您各种花式的表情包 我想您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更是您的角色 深入人心啊 没有没有 那是大家喜欢跟我开玩笑 也由此可以看出 其实现在很多细节 都会被观众盘到 一直盘到包疆 是吧 基本上属于是在逐针看剧 是的 现在的观众都是 显微镜式的追剧 当然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只要演得好 总是会被夹鸡腿的 其实呢 我也很佩服 今年入围的这些演员们 他们用细腻的演技 塑造出一个个 让观众过目不忘的瞬间 让每一个角色 熠熠生辉 那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 就是女配角奖 看看今晚是哪位优秀的演员 会获得这位荣 看看哪位优秀的演员 会获得这份荣誉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有 丁柳远 鹿山之歌 今天这么多人都不干活 耽误了生产 谁不搞 你还没干够啊 是不理解 你说我家就不要工人了吗 工人就不需要手艺了吗 就真的是 一按这个键盘 所有东西都能变出来吗 五月繁花 这次广交会上签的所有合同 明天早上拿到我办公室来 我要一个一个过一遍 哦 好的 我多说一句啊 你们两个 最近少接触 你刚刚出来做事情 我有句话要送给你 心可以热 但头要乱 张可颖 幸福到万家 没有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那就是闹着玩的 你咋一个人跑这儿来了 你要吓死姐啊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不想当律师了 我好累啊 那哪儿行啊 必须得说 这是我们全律所学习的榜样 律师我还是会做的 而且我会做一个好律师 只有勇敢 才能让自己真正地强大起来 六言 梦华录 你本破是不得不起啊 还是个进士 做人低调 别嘴贱 我是办理你吧 有本事 你叫官府来抓我呀 我不怕 这都说他要提亲了 你还不高兴 龙骨是好的 棒骨也没碎 也就提棒舍了点 死不了 小转 江眼 难来北望 不当浇花子可惜了都 一个比大西幽默的我了 哪还幽默 呀 呀 紧链子呀 哎呀妈呀 呀 老板又点了二十个 你数着啊 放心吧 高业 黄标 我这么相信你们 就这么报答我 我这么相信你们 就这么报答我 我祝你自己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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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李沁来读出她的名字 高业 恭喜 因为工作原因 高业今天没有能够到场 但他邀请陪伴和见证他 塑造了这么好角色的电视剧 狂飙的导演徐济周 带他领取荣誉 我们有请徐导上台 带高业领奖 有请于和为老师 李沁为最佳女配角 高业颁奖 同时也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 请徐济周导演代表高业 发表最佳女配角 获奖感言 我非常替高业高兴 今天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不能到场 我帮他朗读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高业 这是一段不知道 会不会被朗读出的文字 如果有幸能被大家听见 我想说 非常荣幸 能够得到金银奖最佳女配角 感谢狂飙 感谢陈淑婷 感谢导演 以及狂飙剧组 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帮助我一起完成了这个角色 最后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 非常精彩表演地提名我们最佳女配角的演员们 祝贺你们 好的演员离不开观众的喜爱 而我们的精英节也是因为有了观众的喜爱才发展到了今天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福利官方一又已经就位了 这一波新的福利又要来了 有请正方一 是的 何老师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的观众席来继续送出我们拼多多今晚的十亿份现金红包 而且呢今天晚上打开拼多多首页简单摇一摇现金红包人人都有最高9999 那现在就请我身边的这位观众朋友来选出我们这一轮的精英祝福 给大家来解锁我们这一轮的加码红包好不好 来 你看这么多祝福词你想选哪一个 我想选这个经典永固 因为我想让大家看到 希望大家看到更多好的电视 好 希望大家看到更多好的电视作品 那我们来看看经典永固将会为大家解锁多少个加码红包呢 那由你来给观众朋友们宣布好不好 好 我抽到的是两万个299元现金红包 两万个299元的现金红包 怎么样对自己的手气还满意吗 感到不错感觉 好 那等会赶紧自己也摇一摇好不好 我们也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打开手机拼多多APP 首页简单摇一摇 现金红包马上就到账了 来 点开 现金红包马上到账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轻松 谢谢 谢谢方一带来的福利 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又加码了这么多的红包了 那么在摇红包的同时呢 我们的颁奖当然也在继续当中 马上就要揭晓的是最佳男配角 有请开奖嘉宾林永健 谭松韵 林永健曾获得第24届 26届 27届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 谭松韵提名第30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 大家好 我是演员林永健 大家好 我是演员谭松韵 我们是大眼瞪小眼组合 各位永健老师 我们在十年前的妈妈的花样年华 还有暖男的爱情与战争中 已经搭档过两次妇女了 观众们那会儿都说我是大眼女儿 她是小眼爸爸 惭愧惭愧 今天啊 能在这儿见到了松韵 真的是有一种看到女儿长大的感觉 你的演技呢 越来越好 都可以独挑大梁了 当年的李尖尖可是实力圈粉 戳到了很多观众的心尖尖 谢谢林老师 我还要再继续努力 您在演艺界深耕了二十多年 首部电视剧《和平年代》里边的 小老板刘金龙这个角色 就获得了广泛好评 说起来您可是金牌配角的元老之一啊 不过近两年啊 咱们的电视剧中啊 有很多的配角频频出圈 演员只要付出百分百的努力 把角色演到极致 用演技反谱角色 总会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 是的 专注于自己当下的表演 触动观众才是我们演员的本质所在 是的 好了 咱俩就别在这大远瞪小眼了 接下来我们颁的就是最佳男配角 看看今天晚上是哪位优秀的演员 获得这份荣誉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有 王霄现为大愿 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 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 真的 举全镇之力四面开花 我这个棋也不是白混的 你刚才要合棋吧 我还能考虑 现在要合棋 我答应 上山了 你是不是在炸我车胎了 你明天就过来炸我脑袋 我给你留着 王景春 警察荣誉 这样 我这儿有一千多块钱 我先带给头儿啊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也不能这么想啊 当年因为他爹的牺牲 咱们局里面出台了 一系列保护警察的措施 听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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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教育我们也进行了 经济赔偿你们也不要 那你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 你为什么还都能到啊 李乃文 难来北往 我哪吓死我了 这么跟你们说吧 这儿的人都怕同权了 提他好使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说今天话 我真的挺恨这人饭的 谁没有兄弟姐妹 谁没有孩子 对吧 而且我从心里 我佩服你们 王老弟 咋了这是 这是饭没吃好啊 还是酒没管够啊 张新成县委大院 你别误会啊 你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东西 我肯定也不敢碰 我看这些就是表格录入什么的 我没问题 不好意思 那您是想几点出发 是去陆玄乡政府吗 还是 不用那么紧张 那您说 我记着 这样 这样 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马上跟大家落实 好不好 你这咋 我们家里的马上 你这咋 秦昊漫长的季节 小光 宋长长 我有点想法 咱们厂子现在面临的问题 沾点水 我聊这彪子 大奖还没出呢 再来两处呗 没那命 咱那命 你活该就这命了 我不服了 我不服了 东勇 帆花 不信真知常 范兴华 范总 东 南京路上 一包瓜子皮 都能卖成名言的牛 东天里那一把火 莫山羊排火了 水亮地 都是好演员 获得第32届中国电视金英奖 最佳男配角的是 王 几个字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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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 实在是猜不到 您快说吧 王景春 祝好王景春 有请王景春上台领奖 我们请林永坚老师 谭宋玉 为王景春颁发 最佳男配角奖 谢谢两位开领奖嘉宾 请最佳男配角获奖者 王景春发表获奖感言 第一次来精英 就有所收获 感谢金英奖 也感谢出品方爱奇艺 感谢导演丁黑 感谢警察荣誉剧组的所有同人们 罗云 这个奖也是我们巴黎河派出所 集体的荣誉啊 说句心里话 演员是沾了角色的光 才得到了这个荣誉 观众是因为喜欢角色 才会去喜欢演员 所以感谢观众 感恩生活 感恩所有 谢谢大家 再一次祝贺王景春 好的演技源于坚守 他从业至今 刑警队长皮尔景 公安局长 他几乎把各种警察角色 都演了个遍 在警察人热播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去景春哥的微博底下 去cue他 请王所长帮忙布案 他演的一个个角色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回想 我相信这也是对一个演员 最大的褒奖 我们再一次为这位 生活真实 才华横溢的演员鼓掌 期待景春哥 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班奖晚会的精彩还在继续 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啊 总是很容易 被电视剧里鲜活生动的人物 和故事所感动 看电视剧三体 会被浩瀚宇宙里勇敢探索未知的人类而感动 看问苍茫 会被精力挫折而永不放弃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而感动 看繁花 被阿宝时代突飞猛进 我不想只做看客的开拓进去而感动 所以如果你问我到底是谁 写就了人世间这精彩的故事 我会说是你 是我 是他 是我们身边每一个默默奋斗 积极生活的普通人 在这些故事里 无数个我凝聚成我们 我们是看故事的人 我们也是写故事的人 未经许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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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场的有 新生班学员 拼多多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奖典礼 继第15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 毕幕式晚会 精彩一会儿回来 拼多多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 继第15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 毕幕式晚会 精彩继续 今晚拼多多准备了10亿份现金红包 只要打开拼多多首页直接摇摇 不仅人人能领 现金立马到账 而且最高9999 现在我应该又可以再抽一个加码红包了 没错 那何老师 这次你想选哪一个精英祝福呢 我看一下 都很棒 但换新出发好吧 这个是我们今年精英节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很适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换新出发究竟会给观众朋友们 多一点 解锁多少个加码红包呢 哇 一万个399元的现金红包 哇 这一轮咱们的红包真的是上质量了 真的越来越大了 大家赶快上拼多多摇摇 把这些红包都领走吧 是的 最后一轮了 我们赶紧来教一下大家 怎么领取 非常简单 就是打开拼多多 首页直接摇摇 现金红包马上就到账了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门槛 是的 再一次谢谢方一为我们带来的福利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揭晓的就是 最佳男女主角的奖项 首先揭晓最佳女主角 有请开奖嘉宾侯洪亮凯莉 侯洪亮曾获得第一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年度制作人 凯莉曾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银奖 最佳女主角 大家晚上好 我是侯洪亮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凯莉 侯老师您好 今天晚上我们将要颁出的是 最佳女主角奖 我们都知道您是著名的金牌制作人 制作了非常多优秀的爆款好剧 那么我也很好奇地想问问您 在您的心目中 最好的演员的标准是什么 说起来就是要续好人好 又要适合人物 还要篇筹合理 这一点很重要 我知道您就是这样的好演员 包括这次提名的很多女演员 令人我们合作过知否 然后五月合作过县门大院 包括刘琳也合作过 这个知否和父母爱情 我也特别希望 未来和其他提名的三位女演员一起合作 是的 是的 侯老师 我们演员确实不仅要有过硬的演技 更要得才兼备 只有这样才能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更稳 那我还想问问您 今天在座各位优秀的女演员中 您预测一下谁能得奖呢 那太难了 在我心里 包括凯莉姐 包括六位提名的女演员 都是我心目当中的最佳女演员 那么我们就赶紧揭晓 今天晚上的最佳女主角吧 好 请看提名短片 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友 刘岭 父辈的荣耀 这骨头不骨定的玩意儿 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 咱要养她十年 你自己孩子咋整 你家孩子活啊 你不挡着点 你整个人事了吧 没事 两步路 别穿了 都 别穿了 别穿了 有谁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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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头要穿了 三长两短 那谁也别我 李沁 人生之路 好看吗 好看吗 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有错吗 小致 好 好 马轩 事都过去了 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五月现为大院 每一户都谈了吗 你这报上来的 我可是看了十七户啊 你刚才说十六户 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你是怕他们不想打 还是嫌打得不过瘾呢 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动手啊 你在家里怎么打老婆的 今天就怎么打她 你把她当个人看都做不到吗 周迅 不完美受害人 我卖的是法律服务 而不是我这个人 我没有义务对你唯明是从 我也希望你对我 百分之百的信任 怕失去现在 失去将来 怕错过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之内 替委托人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如果违背法律的原则 不择手段 那种严重违背了我的 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 赵丽颖 风吹半夏 我姓许 我叫许半夏 李总 好久不见啊 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啊 我给你带了点小礼物 你算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得来的 我赚了钱 差过你们一分吗 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谁说了算 谁是老板 从不许愿 因为事与愿违 不是什么事情 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 唐烟繁华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救你啊 我又没事的了 我恨你救啊 我说那你被人家杀了 我要是死了 我就看不到你了 我看了你们两个 我伤你了 那我们来揭晓 获得第32届 中国电视金银奖 最佳女主角的是 赵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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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赵丽颖 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在刚才的提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 这么多精彩的表演 每一个提名的演员 都实力非凡 而今年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 风吹半下赵丽颖 我们有请 侯洪亮老师 凯丽老师 为丽颖颖颁奖 恭喜丽颖 也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 请最佳女主角赵丽颖获奖者 发表获奖感言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特别淡定的领奖 站在领奖台上 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许半下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 对于我来说 可以说是人生的角色 她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出现 让我对于生活 对于工作 又充满了信心 我很有幸遇到这么一个 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 我也非常感谢 吴东玉导演带着所有剧组的主创 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戏里面全力支持许半下 在戏外 许半下也不负众望 终于 拿到了属于她的这份认可和荣誉 很感谢这部戏所有一起努力的工作伙伴 所有的同事 很感谢我的家人一直的陪伴我 支持我 也非常的荣幸 跟这么多优秀的前辈 优秀的同行 一起提名 这是我的荣幸 希望自己的存在 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谢谢 谢谢 再一次祝贺丽颖 好 丽颖请留播 祝贺 祝贺 其实呢 熟悉丽颖的朋友应该知道 她平时不太善言辞 可能会把更多的话都留到角色里面 金英杰来了不少次 这是第三次拿奖 话不多 所以呢 今天丽颖拿到这个最佳女主角 我们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用狠照丽颖的方式 来送给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七年我一直在演配角 说圆脸不了主角 我的形象有局限 不大气 我当时很不服气 心里就暗暗地发誓 别让我抓住机会 一旦有 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 你唯一能指望的 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 实在要指望 也不能太多 太深 就是我不是一个公明和有天赋的 我知道人生如艰难 所以我不会放弃你每件事 能坚持我就是你 我也想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 我也想活得更有意义 人不应该只是活下去 还要能活得明白 活出自我 我一定要做得比男人更出色 不会让世人再看清我们女人 人年轻的时候 如果不为了一样东西 而拼尽全力的话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 但是我一定会后悔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 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人不都是从不到有的吗 现在趁着年轻 把该吃了苦 我都吃了 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在世界观众的心中 我是小谷 是明兰 是楚乔 也是许斑夏 但更重要的是 我是中国女演员 赵丽颖 刚才是很多丽颖过的角色说的话 但所有这些话连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叫赵丽颖的演员的故事 刚刚看完这个短片我很激动 然后看到丽颖也是眼翻泪光 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我觉得自己 我觉得金英节 金英奖 见证了我每一次的成长 有一种努力工作得到认可的感觉 记得上一次飞天讲的时候 丽颖说过一句话说 没有想到这种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其实听完这句话 很多朋友都觉得很戳中 我想好事发生还是因为 你努力过 你坚持过 然后用很多年的不懈的拼搏 去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件好事 那么刚刚呢 我们视频的最后定格 是很多很多丽颖演过的角色的面孔 然后它最后成了一张 非常非常壮观的面孔海报 我们也把这个海报做出来了 送给丽颖 好 这张海报我们看到 这边呢 是风吹半夏里面的徐半夏 中间看到很多熟悉的角色 有花前谷 有明蓝 有珊珊 有楚桥 有秦儿 而这个呢 特别提一下 是电视剧《惊婚》当中 一个非常 就是 就是叫同多多这个角色 然后很巧的是 这是 18年前 丽颖扮演的第一个 电视剧里面的角色 如果现在有机会 对18年前的 这一个角色说一句话 丽颖你想说什么 那个时候 真的非常的 单纯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 扛过去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 我希望 对过去的 18年前的自己说 保持住自己 最朴实的初心 坚定自己的信念 要相信自己 努力地付出 未来一定会让你 满塞而归 谢谢 再一次 祝贺 赵丽颖 感不起了 谢谢 谢谢丽颖 也再次的恭喜丽颖 真是太棒了 确实 同样的 作为一名演员 我也特别地感同身受 每一次拍完一部剧 都会对自己 为什么选择 在坚持着这个行业 认识得越来越清晰 不只是因为最初的梦想 更多的是源于 对作品创作的追求 希望自己塑造的角色 能够让广大的观众喜欢 有幸成为时代 记忆当中的一个音符 是的 而马上我们要揭晓的 就是本届精英奖的 最佳男主角 我们看 哪位演员又可以幸运地成为 今晚精英奖最美的音符 获得提名的演员有 于和伟 三体 李县去有风的地方 张若云警察荣誉 范围漫长的季节 胡歌繁花 静东 欢迎来到麦乐村 有请开奖人 李璐刘静 李璐 曾获第31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导演 刘静 曾获第22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优秀男演员 优秀男演员 大家好 我是导演李璐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静 今天能够和我们人世间的导演 获得了 获奖的那个时刻 现在还很激动 我记得当时 是今天在座的唐国强老师 给我颁的奖 还有一句话 你说的是 我们一起爬过雪山 过过草地 那么今天 我们本届的这个 最佳男主角 精英奖最佳男主角的 这个竞争 非常非常的激烈 用这个神仙打架来形容 多不为过 对吧 确实 我呢建议精英奖 还是一年办一次吧 确实是神仙打架 我同意 那个 本届精英奖的 提名的几位演员 都是我的好朋友 有三位呢 跟我合作过 半位演过 我的老大的幸福 余和伟 跟我合作过 巡回检查组 塑造了冯森 这么一个角色 还有刚跟我合作完的 张若云 我们明年将播出 人之初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那么我知道 何伟是一个 资深的三体迷 他呢毛遂自荐 自己来演了这个角色 那么用他的演技 证明了自己就是 史强本人 胡歌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因为工作的演员啊 没有到现场 听说 他在拍这个繁华期间 三年胖一斤 瘦一斤都不行 而且不能长皱纹 所以说啊 一个让观众认可的角色 演员要付出多少劳动 你看设计的这么的惊喜 我也知道几位 张若云 为了呈现 刚刚毕业的健行民警 愣头青的形象 坚持减肥 据说是腰围瘦到了62厘 哦 那这个 有点像我们家那 雷佳音的头啊 真是一家人 连佳音的头围导演都知道 还有几个 李宪 李宪 李宴里的故事让观众相信 只要有谢之遥的地方 就会变成有风的地方 以及今天 没有到现场的近东 在麦乐村拍摄的四个多月中 为了求真求实 往返于两国六地拍摄 还有 向前看不回头的范围 每天凌晨四点半 就坐在化妆室化妆 用精湛的演技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是的 这几位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们希望找机会 跟他们合作 包括您 刘老师 那太好了 没忘 那么今天的这份殊荣 会花落谁家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本届精英奖 最佳男主角的 题名 请看短片 获得最佳男主角 提名的友 鱼和尾三体 知道各位都是不要命的 我们也是冲着不要命来的 站住 丫头 那就是这儿 我想 说的事一定是你想知道的 钻木取火 耕田大猎 怎么了 老祖都能这么过 我们也能这么过 对吧 虫子 从来 就没有被 真正的 战胜过 李县 新游风的地方 我介绍一下 我叫 谢追尧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人称啊 村草 你要不先把脚 从油分里头拔出来 走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干什么都开心 不过干什么也开心 开心到 有点难过 张若云 警察荣誉 不是 师父 这活我可干不了 我自个儿亲电话没伺候呢 咱们家三个子好好知道 你别在我这儿放屁 我们家就两口人 我还我妈 你敬过一个当父亲 当老公的责任吗 警察 跨人 跨人 手离开这边 把手离开这边 两个撞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狗开了吃纸是吧 你是不是人啊 范伟 你门长的寂寂 你他们真是个 啥子说啥 揉她 推我拿走 走 前来 在这儿躺着干啥 你们为什么要杀汪洋 不说也行 从大风没力飞出去 汪洋 把你救他来了 往前看 别回头 别回头啊 狐哥 繁华 欢迎宝总 不要看 我不是蛮好蛮 我又没事了 我是猫呀 救条命啊 干啥 以前讨债的是吧 黑话讲惯了 要敲我是吧 往这里瞧 瞧啊 不斗黄河心不死 近东 欢迎来到麦乐村 是 你瞧 你瞧行了吧 如果今天你找我 就想告诉我 你各方面一直以来都比我强 大可不必 今天呢 我想正式对你提出一个请求 恳请你能够让我留下来 我一定对得起 远备医生的名字 对得起自己胸前这名默契 我看都该得 那么只能有一位啊 这个获得 第三十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男主角的是 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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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范伟 祝贺 祝贺范伟老师 祝贺 因为身体原因 范伟老师今天没有到场 由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导演 欣赏 替她领取荣誉 谢谢新导 有请李璐刘静两位老师 为获奖者颁奖 谢谢两位开颁奖嘉宾 下面请欣赏导演 来替范伟老师发表感言 祝贺范伟老师 也祝贺王翔师傅 他终于把他的火车开到长沙来了 范老师跟我说 他特别特别的想在今天来到现场 但是确实因为一些事情他来不了 然后他问我说 如果他真的能拿到这个奖的话 我能不能帮他带领一下 我说当然可以 然后我内心想的其实是 应该很少有人有机会 给自己的童年偶像 能上台来拿这个奖杯 我跟范伟老师 一起工作的时间里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也看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觉得那是偶像的力量吧 然后范老师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 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录在短片里了 所以大家请看短片 大家好 我是演员范伟 非常感谢大家对王翔的认可 2021年啊 我有幸遇到了漫长的季节 在妄想的世界里 在妄想的世界里度过了一个长长的秋天 这个秋天复杂而浪漫 有的人呢在这个秋天里看到了喜剧 有的人看到了悲剧 一个剧能让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作为演员是特别特别开心的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小目标 我虽然年纪不小了 胡子都白了 但是总想演一点 跟过去不一样的角色 演绎精彩的故事 献给我们的观众 以后我再接再厉 就像那句话说的 向前看 别回头 把这句话献给所有热爱电视的朋友们 谢谢再一次的祝贺范菲老师 同时我们也把掌声 送给今年提名的同样非常优秀的男主角们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精彩的剧作 其实日积月累呢 我觉得除了收获荣誉之外 我发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也在积累 就是积累一个又一个非常精彩的精英剧单 因为感觉每一年都发现 哇 我还有这么多剧还没有追啊 真的 回去补一补了 是的 我们今天讲呢是全国唯一 以观众投票为主评选产生的国家级大奖 每一部提名作品都是观众年选 值得一看 马上要开启的就是优秀电视剧和最佳电视剧两个奖项 观众朋友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晚上的拼多多的 十亿份的现金红包 人人都能领最高9999元 上拼多多直接摇一摇就能参与 摇得多 领得多 好 那么在开奖之前呢我们砍关连线一下我们精英弹幕千人团线上的朋友 看看他们想不想预测一下 来 先给大家打招呼 弹幕团的朋友你们好 齐刷刷 好 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电视剧大奖了 不知道大家都看好哪部剧呢 我们先请一位观众朋友来说我注意到那个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 对对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何老师好 你好 你好 今天我要来为不完美受害人这部剧 这部剧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 让我拥有了非常多新的视角去看待社会关系 第二部剧呢是漫长的季节 这部剧的编剧呢都实在是太牛了 笔下的人物非常的鲜明有特色接地气 我爱炸了秦华老师松弛感爆棚的中年大书人设 希望这两部剧都能够得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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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嗨啊 真的 看着他真的是好喜欢啊 而且这两部剧的导演也是非常的优秀 我们都很喜欢这两部剧 是 感觉我们的观众都很兴奋啊 那么赶快再连线下一位我们精英弹幕团的朋友 看看还有哪些剧会被我们观众预测到呢 那下一位我们选一个 好 他出来了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欣瑜 是一名电视剧观众 同时也是一名电视剧博主 我来为孟华路打call 孟华路里每一张镜头拍的是那么的唯美 超级中国风 就是一场超绝的视听盛宴 品质这么好的电视剧 今天一定可以拿奖的 冲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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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好的 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段步团里面 刚才如果我们有看错的话好像还有外国朋友 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精英节 我们连线一位外国的朋友吧好不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ex 来自俄罗斯 我们全家都喜欢看中国电视剧 我是他们的免费翻译 我非常喜欢去有风的地方 大家一壶茶 越喝越有味 越喝越上头 中国电视剧里到处是美金 美式 美人 我太喜欢了 超细节 超漂亮 超级棒 今晚去有风的地方一定要得奖啊 我支持你 谢谢你的喜欢 好 也欢迎大家多来我们中国玩 现在有很多电视剧都在海外热播 除了像刚刚我们这位俄罗斯多朋友提到的 去有风的地方 还有像漫长的季节 我的阿勒泰 庆余年二 墨雨云间等等呢 都飞上海外 其实呢我想作为一个电视剧演员 涛你看到这样的这种 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不是也会感到很骄傲 那当然是很骄傲了 现在我们的演员领奖都领到海外去了 所以不光是作为演员骄傲 作为一名中国人都会觉得很骄傲 说明我们国产剧的质量越来越高了 是的 我们的好作品曲高声援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呢 也激起了更深广的东方美学潮涌 让海外的观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我们中华文明的魅力 也唤起了我们更加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优秀电视剧 和最佳电视剧奖项 看看今晚哪些电视剧可以获得精英荣誉 有请开奖人高满堂 颜妮 高满堂曾获第24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编剧 颜妮第25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大家好 我是颜妮 各位晚上好 我是高满堂 满堂老师 十五年前 我拍了您写的 反映那一代知青人生活的电视剧 《北风那个吹》 我演的牛鲜花 获得了我人生中第一座精英奖杯 哎呀 十五年了 我今天看你感觉到你的状态依然很好 希望有朝一日继续合作 好呀 凡堂老师 我今天想咽压你 嗯 嗯 那个 就是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那个 我期待还能拍你的戏 再获得我人生中第二座精英奖杯 嗯 从那个 床关东 到老酒馆 这些年满堂老师写了很多的好剧本 在这里我也想替大家问一问满堂老师 什么样的剧才能被称为好的电视剧 呃 我觉得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还要有精准的演员 还要有精良的剧本 还要有较高的欣赏水平 呃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呢 在生活里要开到深井 那么在这个深井里 反复地讨喜和提炼 真金白银 这样你的故事 你的人物 才能真正的接地气 充满了烟火气 走进观众的心里 是的 我知道满堂老师 是冰法竹子学习的 跟着繁花一起穿中式复古风的 还有追天才基本法 追到一半就转头 解数学题的 呃 我觉得是 这些优秀的作品呢 为生活增心天才 也拎领着时代的潮流 我们电视剧的黄金时代 不是在深厚 而是在前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本届金银奖 优秀电视剧获奖的短片 优秀电视剧获奖的事 问苍芒 我陈独秀 绝不做这种荒腔走板之事 只要我们坚持 胜利 必将属于劳工 张阳 那是东方祖国的方向 我们苍茫大地 水煮沉浮 风吹半下 咱这堆伤 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 快 越烧油了 快 越烧油了 一次次也不能生长 这些顺利家 都在这些照片里 真可以好好看看的话 它是个新世界 去有风的地 不要一个人硬撑 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谁家会带着危险 加油挺过去 会好起来的 重新出发的力量 都积攒起来了吗 县为大愿 越大 你就越忙呀 全县上上下下 几十万人了 光好了 没有人夸你的 光不好 全都是骂你的 我仔细想过 我不打动次 我将把光明 当成自己的家乡 能坚持 光明大 狂飙 六年了 我们到现在 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 都没有找到 你们还觉得他假的吗 丁凯强 就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 太公平了 梦华路 风骨两质 也是我们女子立身为人的根本 为什么要因为一个男人一场风云 就忘了我们的出现 可是我们不比男人差呀 我便偏要做一场的战略 漫长的季节 我说你开我车取材了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已经能看到 我以后一定给你警示清楚 知道 那个人回来 这回吧 肯定给你个家的 心里这里 我还真有故事 梵花 我家阿宝 跟上海大多数的阿宝一样 每天在这片满满红尘里 端的路 成世面 我们庆幸生逢其时 一切尚未定义 一切皆有可能 恭喜台上的优秀电视剧获奖代表 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严晓明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分党组书记 严少飞 来为优秀电视剧颁奖 也再次的恭喜这么多的优秀作品 看到大家的获奖 看到大家的获奖短片让我们想起了这两年我们幸福的追剧时光 谢谢大家的创作 请颁奖嘉宾和获奖代表 何颖留念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我们也再一次恭喜所有的优秀电视剧的获奖代表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开奖嘉宾 高满堂老师严尼老师继续为我们开奖 那获得第32节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佳电视剧的到底是哪部作品呢 请看获奖短片 最佳电视剧获奖的是 三匹 面对来自地球以外的敌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 人类同舟共济的事和道理 我们没有时间联会 发枪发枪 这场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战争 仍然胜出未定 祝贺电视剧三体 也谢谢我们的开奖嘉宾 高老师和严尼有请 我们最佳电视剧三体的代表上台领奖 同时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现在我们电视剧三体的代表走上了舞台 我们邀请到的颁奖嘉宾是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谢力来为最佳电视剧三体颁奖 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货奖代表何尹留念 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货奖代表何尹留念 再次恭喜三体 谢谢颁奖嘉宾 有请这一家电视剧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来自腾讯视频三体的制片人王汉贤 非常紧张非常荣幸 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领取这个最佳电视剧的奖项 那我在此呢要特别感谢金英杰组委会 然后以及所有喜爱三体的观众对我们的支持和肯定 我今天还一直在回想我们八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总制片人白一聪老师 召集我们所有主创一起开会的时候 大家面对要改编三体这个课题 表示出茫然和无知 我也还记得四年前我和杨磊导演 我们在黑河杀青的时候 在黑河寒冷的血液里 大家动得瑟瑟发抖 但却依然抬头仰望星空 所以感谢一路以来给我们支持的所有的人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刘慈欣先生这部伟大的小说和一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所有为了三体电视剧而付出努力的主创 感谢所有为了中国科幻影视而 而砥研前行的所有的影视同行们 三体这个故事我们所歌颂的是 人类面对未知挑战的时候的勇气和探索的精神 那我也很自豪腾讯视频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也依然拥有这样的精神 那未来我们会带着这样的精神一路走下去 为广大的观众创造更多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最佳电视剧三体 三体将刻画想象变为现实影像 是一个民族科学发展意识的感性显现 是一个民族科学创新力量的艺术呈现 剧中的高燃片段 招视着在苍茫天地间 耸立着的大血的人也可以用微光照亮宇宙 电视剧三体走出国门影响世界 也向世界展现了东方科幻美学 奏响人类勇气的赞歌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项要颁发给 为中国电视奉献了一辈子的电视艺术家 这是中国电视的最高荣誉 是对优秀电视人奋斗一生的褒奖和鼓励 有请开奖嘉宾唐国强 陈宝国 唐国强曾多次获得中国电视精英奖 陈宝国曾获第一届 第2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最喜欢的男演员 大家好我是陈宝国 编导呢让我报个年纪 我想年纪就算了吧 我记得啊 那应该是42年前 当年我26岁 当年我26岁 还是穿了帮子 那个没错 42年前26岁 我主演了我人生的第一部电视剧 《赤装黄女青兰子》 便获得了应该说是我们精英奖历史上啊 第一批啊颁给演员们的奖项 也就是第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优秀演员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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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我参演了大几十部的电视剧 每一部戏 我都把它视为 是艺术人生的一场大考 我参演的大考 西里面有一句台词 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 你努力了 没放弃 不管考成什么样 这都是你人生最好的一份答卷 用自己的真诚真心奉献给观众 以真诚真心塑造你喜欢扮演的角色 是我的艺术初心 终身不改 刚才宝国说他就不说年龄了 那我也不说了 反正是82年我开始拍电视剧 30岁 42年拍了112部 那么有幸拿了五次精英奖 不过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有人问我 在你演的角色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说下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影视表演 确实是个遗憾的艺术 总希望下面有一个更好的角色 更好的发挥 但是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一无止境 所以我说 演戏做人 是一辈子的事 我想这是我们在场 各位同行共同的心愿 对吧 接下来要颁发的 是中国电视的最高荣誉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他既是 向奋斗了一生的 电视艺术工作者们 的褒奖和鼓励 相信也是在座的每一位 终身的目标 这些前辈啊 这些前辈啊 几十年如一日 欺而不舍 硕国累累 下面 宣布 第三十二届 中国电视经营奖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的 两个短片 请看大屏幕 致说 个人 位置 请不吝点赞 点赞 咱们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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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尤本昌老师的颁奖词 尤本昌先生 始于平凡 超越不凡 行路不撤 笑看风云 以赤子之魂 燃热爱之梦 以智者之谋 寻艺术之光 以降人之心 灼时光之美 茂蝶仍将 丙竹游 更是繁华 敬放石 特授与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张绍林先生 将历史云烟化作木木场景 用迎平影像 欧歌 云云众盛 是一滴水 你把自己融入了大海 是一棵树 你让自己披叶成林 初心如盘 宫耕电视艺术卧土 一腔豪情 唤起英雄 驰骋纵横 特授与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 再一次感谢唐国强 陈鲍国 两位老师 谢谢 大家请坐 谢谢 我们也再一次祝贺我们终身成就奖的 两位电视艺术家 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玉 来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颁奖 有请李玉书记 也请颁奖嘉宾和获奖代表可以留念 谢谢 谢谢颁奖嘉宾 谢谢 谢谢 谢谢李书记 但是我又很担心 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行业干了几十年了 要如果因为这个奖就断定了 我就离开这个行业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这次来呢 我心里总是想 是不是拿了这个奖 我就以后再也不会得悲天奖金英奖了 于是我请给颜书记聊 我说颜书记 我是不是这个奖和拿了以后 这个再得奖就受了影响 颜书记告诉我 不受影响 只要你的作品优秀 只要你这个作品是精良的 一定参加各种这个奖项 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话呢 使我心里暗暗的感觉 我真的很怕受刺激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我呢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我特别低调 大家都了解我 我从来这个不会在这个高调吧 所以我这次呢 就高调地说 我是飞天奖 获得最多的导演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那个百度上说的 我是获得最多的 另外这次拿了这个终身成就奖呢 这是对我一生的最大的荣光 我此时此刻呢 我想起了和我合作几十年的伙伴们 因为他们的默默的付出 才有我现在 所以在此呢 我要感谢他们 这个终身成就奖 我以为这个是给我 这个人生的一个加油站 它让我 更激发我 对美好的创作 我以为我一种梦想 我是 出自 我开到 我出道山西电视台 因为这个 当时我拍杨家将 那个条件的限制 一直觉得还应该拍好杨家将 重拍杨家将就是我一个梦想 我想有机会 我把他拍成电视剧 在此参加金银奖 谢谢 谢谢 恭喜张少林导演 祝贺导演 期待您的下一步立作 下面请游志超先生替游本昌老师发表感言 大家好 我很忐忑 也很荣幸 在这儿带我老父亲领这个沉甸甸的奖项 他呢 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前来 所以呢 让我带他在这儿领奖 他是非常希望能够来到现场 亲历这个高光的时刻的盛典 他想直接地向中国文联 中国嗜邪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向全国的观众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也向这个新的时代表达他的感恩之情 他呢 现在还一直坚守在电视机前 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让我们来一起 感谢中国文联 感谢周世贤 感谢金英奖 哎呀 真的很遗憾 因为一直在身体缘故 不能前来领奖了 但是首先 我要感谢观众们和评委们 对我所受到的角色 你们熟悉的技工 和大家最近看到的 我在繁华电视机里所扮演的亚索 因为我一直坚信 戏和角色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轻重之分 作为演员 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哎呀 要全力以赴 物求完美 这才是我们作为演员需要的本分 也就是我们的平常心 记得在干工作的时候 前辈告诉我们 干文艺有三个标准 第一 可以是具有营养的牛奶 再不行 第二 就是白开水 可以解渴呀 但是 绝不能提供有害的东西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对于这个 我真是记住了一辈子呀 如今我们在新时代了 我们电视工作者 更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了呀 要坚持 把有营养的作品 传播给 亲爱的广大观众 亲爱的同行们 朋友们 我亲爱的娃娃们啊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向前 谢谢 谢谢 哎呀 娃娃们 再一次祝贺 从两位老师身上呢 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对电视行业 坚持和热爱 一辈子这个词 其实很重的 很大的 他们就是用一辈子的坚持 做了一件事 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视 与电视共命运 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敬 所以这终身成就奖的揭晓 今天晚会的全部奖项 都已经尘埃落定 在这里要祝贺所有 捧得中国电视经营奖 奖杯的电视工作者们 同时我们要感谢今晚盛装而来的 提名的电视工作者 从各地的剧组 风尘瀑布而来 感谢我们提名的 四位主持人 孟胜南 李杰 刘洞洞 谢南 感谢县委大院 张新成 感谢南来北瓦 李乃文 感谢县委大院 演出了烟火器的王霄 感谢警察荣誉里面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 王景春 张若云 感谢三体中接地气 又有侠气的余和伟 感谢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 赵丽颖 感谢去有风的地方里 完美男友谢之遥 李宪 感谢人生之路里 乐观坚韧的刘巧真 李庆 感谢不论是在梵花还是县委大院里 都智慧干练的吴岳 感谢梵花里可爱的范总 董勇 感谢露山之歌 丁柳元 感谢梵花路里善良豁达的孙三娘柳妍 感谢南来北网中勇敢追求爱情的姚玉玲 江妍 感谢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运 张可莹 提名也是肯定 感谢每一个努力付出的你们 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所有到场的电视艺术家们 谢谢你们 从理想出发 朝着更好的电视艺术乘风破浪 这是一个持续给观众带来欢乐 温暖和感动的行业 也是我们深爱 便愿为之付出一生青春和热血的梦想之地 岁月漫长 有理想 何去远方 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 就不会有人平静全力播种下希望 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华似海洋 就不会有人跟随把手带您的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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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往路遥遥遥 回头往路遥遥 多少脚印深深深 抬头看路漫漫 最建订阳 看路漫何一直调到北 要见挑呢 不像旅行估100 虚非乎遥遥無二老 pelo motivated ether 路漫是霜佈はör 挥手往路遥遥 多少脚印深深 抬头看路漫漫 理想依旧在召唤 抬头看路漫漫 理想依旧要先放 谢谢 理想的风帆要靠努力来扬起 中国电视的昨天已经收获了满满的成就 中国电视的今天繁花似锦一路凯歌 中国电视的明天等着我们去续写去开拓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永丹时代使命 用心 用情 用功 讲好中国故事 为建成文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天的晚会到此结束 期待两年以后精彩的精英故事 祝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